人生就是这样,牵挂着,烦恼着,自由着,限制着,走出一段路程,回头一望,却也生动着,美丽着,有着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,有着你喜欢的事和需要你做的事,有着牵挂你的人和你牵挂着的人。 每段感情其实就像一场赌注,投入的越多,越容易牵动情绪,害怕自己握不住眼前的幸福,所以才会为对方不冷不热的态度换得换失。 先生芥蒂,但在你身上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安全感时,才会产生不安的情绪,才会不由自主的想太多,并不是说不信任,只是因为太过在意,才会尤其介意你的态度。 要知道,因为在乎,才会在意,因为在意,才会介意,当一个人什么都不介意了,那一定是他不爱你了。 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,但有时白头偕老却无关爱情,人生最难过的,莫过于你深爱着一个人,却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 那些让着要爱情的人,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,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,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。 和一个愿意为你胡思乱想的人牵手,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水月的人来得更长久。 生活总不完美,总有鲜酸的泪,总有失足的悔,总有忧深的怨,总有抱憾的恨,生活亦很完美。 总让我们泪中带笑,悔中顿悟,怨中造喜,恨中深爱,人之所以不幸福,是因为不懂得知足,不懂得珍惜。 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期盼,一种心灵的感受,只要用心去发现,去感受,就会发现幸福其实一直在身边。 为什么说,会为你胡思乱想的人,是真正爱你的人? 因为,他会深深的思念你,牵挂你,去想一下,如果,你得到一样东西以后,是觉得不过如此。 那么这个想得到其实就是你的欲望,如果,你得到一样东西以后依然爱不释手,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。 所以,会为你胡思乱想的人,是真正爱你的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